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医生我常常突然之间失眠 胸门 手动脚动 我是否有心脏病呢? 你懂得这样想 这样闻 也有得够吧 人家说心脏病发之后 三个月不可以有亲密性行为 是否真的? 当然无稽之谈 我不能胖的 医生 一胖 心血管就很容易出事 人人都这样说 你真的这么想? 人家说额头皱纹多 耳朱中间有条接痕 血管病死亡率会很高 会不会是真的? 那你去问七师傅吧 听说女性一停经 就很容易有心脏病 将来停经就死了 停经不用死 医生 我这么多问题 不如吃饭慢慢谈吧 最好 医生 正啊 新鲜享乐 北海道尿柱整只鸡 一起等 没有 果然错 其实你这么辛苦 你又看这么多症 其实香港每年心脏病死多少人 都六七千人 六七千人 算不算是头二三四号杀手 第一个当然是恶性肿瘤 现在肺炎多 肺炎会第二 心脏病就是第三位杀手 那算不算是老人病呢? 又不是 不只是老人家有的 年轻也有的 我见那些二十多岁 就已经心悟病了 因什么呢? 吃回来的? 因为他家族性的胆固醇果膏 加上衰食烟 我又不吃烟 不如其他那些全部我都有 是吗? 你先喝汤吧 很害怕 当你听医生都说你没问题 我会听的了 《红烧海龙等班贝刺》 我想吃很久 这道大厨说帮我补身 他说我心血少 正 还有 哇 来着 黑虫露菌醬 炆新鲜牛尾 其实我血压低是否值得呢? 嗯 多些运动就可以了 那来了 很香 医生呀我想问 其实我长期血压在八十五十 上压八十 下压五十 其实我有什么可以做到呢? 如果你是天然的血压这么低 都不用担心的 如果你是不听医生说 吃完不等洗的东西 那血压低了 你就要提防 其实我这样的情况 血压又低 我需要定期做检查呢? 其实呢 定期做检查是好的 去研满血压 研满身压 量血压 胆固醇 血糖 所以不用说入医院 这么大件事 不用 悶诊就做到 如果已经人到了二十五岁 三十岁以后 应该先做一次检查 如果一样都很正常 可能两三年都做一次 但如果不正常的话 最好是每年最低限度 都要复诊一次 健康饮食 做运动 控制好三高 那就健康 做运动 当然 no pain no gain 都会不劳而获的 这东西適合我吃了 鲜肯汁柿子百合水间 长柄西兰花 现在有一些叫地中海饮食 西兰花应该是其中一样 蔬菜 还有面包 薯仔 少吃红肉 少喝红酒 如果我跟着地中海饮食法 我就没事了 不用做运动 当然不行 都要均衡饮食 均衡营养 运动 还要先听医生说 要控制三高 这些都是好吃的 青菜 水果 是好的 我又想问 既然要听医生说 那你可否送一个錦囊给我 代定 有什么我跟着你做 我一世都不用怕心脏有事 最重要是控制四个高危因素 不要吃烟 控制血糖 控制胆固醇 控制好血压 然后再加多些运动 减绑和减压 不要太紧张 必然健康 减绑 吃完这条菜就算了 菜没问题 多吃点 很新鲜 甜品时间 红棗桂圆 邓湘莲 大厨说滋润养颜 味道更好 说真的 我的朋友经常发给我听 她说女人有两种 一种是苹果身形 就是中间肥胖 另一种是啤梨身形 就是下盆大一点 但是如果相比两种身形 苹果身形容易患心血管病 啤梨身形就好一点 是不是真的 苹果身形的肚腩大 積了脂肪 当然是血管失 不过就算是啤梨形 肥了 过半也不好 那要怎样 当然是减食 多运动 又漂亮又开心 红棗很香 很甜 补血 味道还好 嗯 医生今晚和你吃了一顿饭 照计我都应该可以了 好味呢 我 这些就好味 你呢 就要加油努力 做多些运动 啊 明天明天 先吃完 好 和大家说十个字 预防是首要 治疗要及时 祝大家 Live a healthy life Live a healthy life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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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